台湾艺人徐儿轩自从怀孕后 便不断在社交网络分享自己当妈妈的心路历程 在孩子李V宝出生前 因为身体差而要长期卧床的他 生完孩子后似乎又走进了另一个怪圈 一周前徐儿轩自曝在给李V宝用机器吸母乳时 因为打瞌睡而不小心把已经吸好的母乳打翻 最新徐儿轩又是开车外出 回头取车时居然忘记了自己把车停在哪 其后徐儿轩在网上把自己的糗事再度公诸于事 表示所以说有些事没有记性就要写下来 而不少有经验的妈妈就笑指 一孕傻三年是真的 优酷全娱乐综合报道 台湾艺人徐儿轩自从怀孕后 便不断在社交网络分享自己当妈妈的心路历程 在孩子李V宝出生前 因为身体差而要长期卧床的他 生完孩子后似乎又走进了另一个怪圈 一周前徐儿轩自曝在给李V宝用机器吸母乳时 因为打瞌睡而不小心把已经吸好的母乳打翻 最新徐儿轩又是开车外出 回头取车时居然忘记了自己把车停在哪 其后徐儿轩在网上把自己的糗事再度公诸于事 表示所以说有些事没有记性就要写下来 而不少有经验的妈妈就笑止 一孕傻三年是真的 优酷全娱乐综合报道